在非洲肯雅城镇的洛梨果园里工人忙着采收 希望在与中共双边贸易协定下出口大批洛梨到中国 以减少贸易赤字偿还中共债务 博却因为中共严格检查 至今没有一颗洛梨成功出口 这几十年来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向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 用在基础建设等开发上 从2013年开始算起 中共已经对约163个国家 土地超过8430亿美元 让非洲中亚多个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为了抗衡中共一带一路 G7领导人日前承诺将在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 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资金 专家认为尽管金额较低 但是个好迹象 新唐人亚太电视直接理赵婷玉整理报道 唱赵婷叶 2 4